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节目上不晓得讲什么 有时候每天来都讲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属于表演型的老师 那我不会准备很多股票 每天都来搬门弄斧 都给你变新的股票 不会 我想你看我节目以来 你有看超过一个月以上的 我讲的都是固定的股票 就是那几档 而且我每天跟你讲 我讲的内容都差不多 那我也不会因为说要吸引各位 就好像说用这一档 你没有参与到 那你赶快来买下一档 不会 你每天再来收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这条黄色的线是五日线 这条绿色的线是十日线 连摸都没有摸到 你有没有发现 放大给你看 气势非常的强 气势非常的强 包括这个 这每天在讲 讲到我都觉得 今天再创新高 创新高叫什么 你不管任何一天买的 你不管什么时候买的 你不管什么时候哪里买的 虽然没有很标 虽然没有每天涨停板 但是这种股票我很喜欢 它涨不停 我很喜欢这种股票 涨不停的股票 新堂 什么时候讲的 我相信你很清楚 讲好久了 每天都讲一样的内容 在哪边跟你讲 其实我有个惯性 到不能买的时候 我会稍微暗示你说 还要追吗 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都会 会有透露性的字眼跑出来 我就会反问你说 还要再追吗 如果我有这样讲的时候 那你就 你就尽量不要去追了 比方说我问你说 你还要再追吗 你七十块不买的 六十块不买 七十块不买 你要买一百二的吗 有肉吗 没有肉啊 你不要追啊 你可以买新的啊 那我说你错过新堂 你错过美绿 你可以买新的啊 这档股票真的不会标 但是它够独门 所谓独门的股票 就是市场 市场的什么 共同性会比较低 也就是说它不会跟其他的股票 有重叠 所以它会走它自己的路线 它会慢慢的往上走 这是当时候 我写的字卡 我用手写的 我相信你有看过 我说它全球排名第四 第二季创历史新高 上半年快要超越去年前年 所有的资料 我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基本面 筹码面 我都跟你讲过 我问你说 为什么外资连续买16天 8月9号送给各位的 每天外资买了799张 后来我又再问你说 不是只有买了16天 继续买 买了19天 全球第四大 大户占比超过80% 我稍微解释一下 大户占比80% 代表这一档股票 它持有的绝对不是散户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持有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奇怪 你常买的 一些共同性 可能市场上 每个老师都在重复 都在附送的 那些股票 奇怪好像开始 每个人讲了之后 那股票就不会涨了 不会涨 全市场有几个老师 在讲新糖的 你回答我 全市场有几个老师 在讲新糖的 这边讲的 也没有关系 但是要 领先市场 你要领先市场 还没涨 你要敢讲啊 你要敢预告啊 你要预告啊 那这个才是真的啊 那我说这一档股票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昨天给你看到了 我说你有四天的时间去布局 我送给你的 为什么 因为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资料 我都有告诉各位 因为我希望你看到的这些数据 数据之外呢 请你看一下 整个技术形态已经刚刚突破 创新高叫做什么 通通赚钱 请问各位 这个是昨天 那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还是创新高 还是创新高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帮我放大一下 昨天是8月15号 外资越买越凶哦 他昨天买了 1435张 全图 当时我送给你是这一天 8月9号 8月9号他买799张 到昨天 他越买越凶 已经连续买超21天 买超21天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叫做什么 通通赚钱 这是送给各位的 新唐也是啊 其实很多股票 我知道的 我尽量跟你放送 其实各位现在已经很不喜欢 打电话来进来要资料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家都在送资料 可是送资料 有时候没有字卡 各位相信吗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只是其中的一只老鼠 因为隔天打电话给你的 不见得就是节目上讲的那一档股票 但是余老师讲的股票 百分之百绝对吻合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吻合 我说要送你哪一档 就是那一档 因为我的都有字卡 跑不掉 没办法作弊 没办法作弊 我没有办法作弊 我有资料 我有资料 我昨天也告诉各位说 他赚的比新唐还要多 股价比新唐要低 筹码比新唐还要更高 因为什么 新唐的筹码大概是七十几% 大户占比 那我说这一档要让你过中秋节 怎么样过中节 要过很好的中秋节 有没有数字 跑不掉啦 我的股票跑不掉啦 不能够作假 我不喜欢用一些很耸动的方式 吸引你过来 你常常都看到我节目上 有像这样的东西 我都有跟你讲过说 你是可以来什么 你是可以来找我的 因为我有一些股票 蛮勾蒙的 事实上没有人在讲 没有人在做的股票 为什么 网坪 这是七月份的 那我说锁定八月份 有没有精彩 我会解释过了 八月一号 八月二号 八月三号 这三天 这三天的成交量 就比七月份来得大 绝对是 狗门 狗吃的 这一天 是哪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就是这一天 再看一遍 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那请问各位 目前创新高 那创新高叫什么 你可以回答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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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狗门 没有人在讲的股票 全市场只有我在讲的股票 没有 那代表我讲的那一定就是真的 那我不是说别人讲的都是假的 而是说 有没有预告 那预告又有字卡拿得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做很棒啊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说你错过没有关系 这你错过了嘛 对不对 你错过了 对不对 你错过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来拼新的啊 这个也没有人在讲的股票啊 我先帮你赚啊 你只要敢打电话 我先帮你赚 一句话 怕你不敢打电话 我是真的有准备 今天开始在动了 而且这张股票也是网路 我们的网路的好朋友们 常常喜欢拆我的股票 那常常也会有一些 我觉得很棒 我很欣赏各位 勇于吐槽没关系 尽量吐槽 当时很多人讲这股票不会涨啊 很多人说这什么烂股票啊 这什么烂股票 很多人都猜得到 老师这股票没多空啊 是在多水啊 你看到的时候呢 难道我要吐你槽吗 我要今天再去吐你槽吗 你这边吐我槽 那我换我这边 换我讲什么 我要讲什么 一样啊 这张股票还是有人说不会涨啊 包括有的会员都说不会涨 来 它到底会不会涨 它一定会涨 我很有自信 你看我的眼神就知道 我做股票很有耐性的 因为我挑是挑基本面好的股票 有时候你要知道说 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 包括今天 我举一档股票 今天还不错 也是全市场 大家可能都有在看了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 我要再三强调 我没有这档股票 这档 我没有这档股票 我没有这档股票 那为什么我今天突然提到这档股票 我要告诉各位 有时候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去思考 有些股票为什么它会大涨 讲这档股票之前 我先讲一下 这档叫台积电 你可以回答我吗 为什么台积电大涨 你可以回答我吗 你可以回答我吗 为什么台积电会大涨 为什么 各位知道吗 每一家公司 它其实 在股价相对低档的那个位置 只要它有做一件事情出来 它有时候会做现真 或者是跟银行 有一些连带之类的 那我要请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它没有 它可能 比方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今天没有 都完全没有缺钱 公司也没有缺钱 你会去跟银行去借一笔钱 然后只是要偿还 偿还其他的这个负债吗 短期负债 或中长期的负债 不会呀 你公司一定会有现金流 你公司本身一定都会有现金 多少的问题而已 那假设说你今天公司有接到 突然来的大单 订单 不要讲大单 订单 你突然有订单 那个资本支出就是要应付什么 就是要应付订单 所以股价 你有时候看到 我上次送给你的美率 你仔细看一下 我当时特别强调 我比的这个手势 我说不是在耳机 而是什么 来 7月7号送给你的 我说才刚刚翻多 我7月7号为什么送给你的 是包含这一张字卡 我强调不是在耳机呀 重点是在什么 来 再看一遍 我说当时我看到的是这个 重点我都把它画起来 它从原来的产线 6条产线增加到9条 你发现我眼睛亮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送给各位 一家公司 如果假设它的资本支出 是为了 它有接到某一些订单 所以股价会不会涨 股价一定会涨 股价一定会涨 好 那我要说明了 那你说 老师你刚刚为什么要讲康友 为什么会大涨 为什么 你有做功课 你真的就赚得到钱 做股票不是单纯的从EPS 或者从它的获利 你有时候看到一些数据 你会发现说奇怪 那股票 还好啊 上半年才赚6块多啊 赚6块多的股票 怎么可以跑到500多块 那我要请问各位啊 为什么只有赚6块多 上半年只有赚6块多的股票 可以涨到500多块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数据 你眼睛就会亮起来了 来 你敢知道 放大一下 6月17号 元大银行它要主办 康友 3500万美金的连带 那这些内容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没有买这一栏股票 我就不讲了 那为什么它连带3500万 为什么 为什么 一定是跟它 它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6月17号 如果你看到这一则新闻 你会做什么事情 6月17号 在哪里 在这里 6月17号 你如果知道的时候 你看到是这一则新闻 你只会看新闻 但我把你遮起来的时候 你懂得比较多 你就稍微仔细去观察一下 结果股价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各位懂了吗 还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有 昨天 昨天的新闻 可是这个股票 你看到你绝对会觉得说 老师这买了 这昨天的新闻 来 放荡 谢谢 好 滑邦店 老师还在讲什么滑邦店 来你看清楚 120亿的连带 由台银等7家主办 另外 有17家 也就是说 有7家是主办银行 有17家来参与 参与多少金额 120亿 120亿的什么 它的最主要的用途 我都画现画好了 它主要用途 资本支出 为什么要资本支出 因为它的产能 产能怎么样 内容我就不多赘述了 今天是8月16号 没有人会讲滑邦店 也没有人会自杀来讲 这一档股票 我敢跟你保证 一定都是大涨过后 大涨了 开始冲上去了 这个市场就这样子 你看到现在这样 你会有感觉吗 你不会有感觉的 记住今天的日期 8月16号 那你不要说老师 是不是买了 明天会涨停板 你想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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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要告诉各位 假设说你在操作 你都有逻辑 你都有步骤 你很容易赚得到钱 你可能是在半个月后 你可能是在一个月过后 半个月前 一个月前 你知道 那你会不会赚大钱 你比较容易赚得到钱 买了也不会马上涨 买了还会再洗你一次 会洗你一次 洗了再往上走 所以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知道 你现在在操作 什么样的标的 什么样的股票 第二个阶段 我会再讲一档股票 一样 这昨天我有讲过 昨天电脑来不及 秀给各位看 我待会秀给各位看 我们中场先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困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添 享受这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走得越远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 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 想改变自己吗 那就炒上世界出发吧 好 这档股票我曾经有介绍过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就是这档 我上次有说过 所有自动化设备的都要用到 中国大陆市占是第二大 全球是第七 那这家公司都是接什么 都是接中国大陆的单子 这一家 大户占比超过80% 流云的时候创新高 连二经营的时候创新高 哪一档股票 这昨天讲过了 放大 亚德克 好 昨天给你看到了 掌停板 事前一定有预告 事后才能够做验证 那我昨天也强调过 因为接下来可能大家会推荐 自动化设备的 包括亚德克也好 包括上营 我相信很多人开始会推荐上营 这一档 我会推荐你另外一档 我都明哲跟你讲 我会推这一档 我会推这一档 放大 谢谢 广基805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今年的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这边营收都是四亿起跳 可是你会发现 前面的基起比较低 都是三亿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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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后面都是四亿起跳 也就是说未来的七月 七月过了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 后面都会属于成长 我们再来看一下 去年赚4.45 今年上半年就3.34 这是去年全年 你算数自己算一下 这是去年一整年 这是今年的上半年 我再让你看个东西 比对分析 我昨天有提到 去年的第一季 加第二季 那我是用第一季加第二季 但是我先让你看一下 第二季 去年才0.55 今年跳到1.81 各位知道吗 他直接跳了229% 而且他上半年 他第二季 单季 上半年 都是创 历史新高 我很喜欢买重股票 我买的股票跟别人不太一样 不然我会叫股门 你会发现我在讲的股票 很少人在买 还是说你看到节目每天 只要那一支涨停 大概十个老师都在讲那支股票 这我都讲过了 你看人都看腻了 我买光药跟你讲 在哪边买 在哪边出 出了换什么股票 凡甲现在越多人在讲 很多人在讲这一档 那我说你错过这一档 你是不是可以来买这一档 你为什么不来买这一档 空间很大 空间真的超大的 你不要不相信 还是有人猜到这是股票 为什么你们猜到股票 不买 不买又说不会涨 后面涨上去 哎呀好可惜喔 因为老师上次你介绍的新唐 我都没买 老师你送给我的美绿 那时候我还给你吐槽 老师两毛钱 第一期赚两毛钱 股价七十几块 老师你要叫我去自杀是不是啊 你相信我你打电话你打进来你就买 我告诉你没关系 我很阿沙利 因为我要想让你过好的中秋节 一个月过后就是中秋节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你有没有想说过一个月过后 如果假设 假设你的账户 可以多了三成的现金出来 你就可以好好去享受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也愿意帮你 我这个也没有那么小气啊 我说你敢打电话 我就会帮你 你打电话进来 每一次我都是抱着那种 我真的 我真的希望你这么做 你就电话拨通 这一档股票离新唐的距离还有什么 还有七块钱以上 那我不知道你可以买几张啊 三十块附近的股票 假设可以赚七块钱 你买十张 七万块就不错了 那如果你可以买一百张呢 那感觉不是很棒吗 那我希望你这么做 你电话待会拨通 你电话一定要拨通 因为你有些人知道股票 但是你不敢买没有用 那你是那种 就啊老师我也猜不到 老师你那股票太专业了 我不是专业的投资人啊 我怎么猜得到 那你不需要猜 你不需要猜 你就打电话进来 这两支股票都让你同时参与 够意思了吧 够意思了吧 来 再来看一遍 我说过你错过反甲 没有关系 因为反甲 低档区 你来不及参与 你来不及参与 那没有关系 你买这一档嘛 上半年就赚去年前 你为什么不敢买 你当然还是要买啊 就买啊 那个这个 新的 我说他不会输新唐 他赚的比新唐多 但是现在离股价 比新唐还要少了快七块钱 你来买全新的 买全新的 买全新的 跟我操作 跟我操作就对了 今天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把这两档股票 通通让你带回去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避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雇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雇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台北市有限电视 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全数位高画质 高收视旅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080-096-111 北都 TIPINET 超值游会双小耗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690-09- Lean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三个月 多人多鸡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